记者苏金凤台中报道,接到要求转账的电话,一定要求证一下,雾峰分局19甲派出所与超商日前携手,及时阻止一位男大生遭到诈骗的事件。 雾峰分局19甲派出所与无悦者日前晚间进行巡逻勤务时,接获大理区利人录便利超商张信电源报称民众疑似遭诈骗,无悦者火速赶到现场,就看到一位21岁无姓大三的男学生证实手机通话并一边按着提款机按键,无缘立即上前了解状况。 当时无姓大学生神色慌张,一手持着手机仔细聆听通话内容,另一手依着电话的指示按压提款机按键,无缘立即上前阻止该男子。 但男大生坚持不是诈骗,是自己在网路上购物,接获购物中心客服来电通知,只因条码错误,要他置提款机跨行转账,提款新台币15000元存入指定账户,以确定取消订单。 话一讲完,男大生自顾地继续操作提款机并准备按下汇出款项,无悦者则请男大生稍安悟躁,并耐心跟男大生说明此为诈骗集团惯用手法。 此时男大生恍然大悟,感谢警方的不厌其烦劝说,让他保住自己辛苦打工所存的积蓄。 物丰分局长庄胜雄呼吁诈骗集团惯用的伎俩,通常会使被害人新增畏惧,申请如不照作将受到财产损失,并听其指示会前交钱,故希望民众接到类似手法,千万不可自乱手脚,并可直接拨打警政署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专线查证。